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惊悚电影《城市英雄》 故事开始刚刚被解雇的威廉心情很是压抑 在路上遇到的堵车让心情本来就很烦躁的威廉更加的不耐烦 因为与前妻已经离婚 威廉便没有收到被前妻抚养的小女儿生日的邀请 威廉便没有收到被前妻抚养的小女儿生日的邀请 威廉想要打电话询问却没有零钱 只好走进一家杂货铺中换取零钱打电话 但是却遭到了老板的刁难 忍无可忍的威廉拿起垒球棒砸了铺子 之后在公园休息时又被地痞流氓以侵占领地为由勒索 本想和平解决的威廉却一直被两个小流氓纠缠 最后拿起垒球棒将流氓打跑 此时的杂货店老板跑来警局报警 而警长刚好是一名今日就要退休的老警长 无巧不成书这样的事情不得不使老警长延时退休 决定办理此次案件 另一边的小流氓纠结了几名同伙 想要找威廉报仇 看到路边打电话的威廉小流氓拿出机枪一顿扫射 但是却并没有伤威廉丝毫 心急的小流氓们还在转弯处发生了车祸 死伤惨重 威廉淡定地走到车边 拿走了小流氓们装满枪支的运动包 随后威廉就这样一路前行 丝毫不走弯路 在路过公园时还碰到了凡人的乞丐 之后威廉来到了一家餐馆 此时的威廉已经毫无理性可言 不断地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因为餐馆的服务员不按照他的要求照办 威廉便拿出了枪 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抢掠 可笑的是抢掠的对象 仅仅只是让餐馆给他提供一份中午的早餐 经过枪扫餐馆后 威廉又来到了一家售卖军用品的店里 店老板听说了发生在威廉身上的事情 有着反叛思想的老板并没有揭发威廉 而是选择了包庇 但是之后因为与威廉意见不合而被威廉杀死 在回家的路上 威廉甚至还用火箭筒轰炸了正在维修的下水管道 还间接地杀死了一名正在打高尔夫患有心脏病的人 听到警笛声的威廉不得不躲藏到了路边的一户人家中 随后还向面前的一家人吐露了自己的无奈 终于到家的威廉却并没有看到前妻和女儿 在看生日录像时 威廉想到了一个前妻带着小女儿可能去到的地方 那就是之前在女儿生日时提出的游乐场 威廉便快马加鞭地赶到游乐场见到了女儿 而不久后警长也及时赶到 在随后的二人对峙中 威廉被警长开枪打死 该影片讽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 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 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过好自己的生活 但是纵使你有任何理由 也不能践踏别人的自由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